今天再講講美國總統進入席路的選情 除了講選情, 選情其實沒什麼好講 如果你看大數據, 人們仍然覺得到這一刻為止 討論的熱度就在共和黨的特朗普總統 但是民調就相反的 很多不同的民調, 有些說拜登領前雙位數 8、6、10, 百分點都有 究竟情況是怎樣? 你自己最新的分析是怎樣? 所有有息指示都猜特朗普贏 因為他們所有有息指示在四年前已經拿了贏 所以這次他們發誓絕對不會拿贏 就是四年前的時候, 每個人都說你贏, 結果就拿了贏 所以這次大家都認為特朗普贏 而我呢, 本來呢, 我都是... 其實我永遠是相反的 當初的時候, 他們各個貼特朗普的時候不行的時候 我就貼特朗普就可以了 原因就是我的理由是很...草根 不是一個分析, 不是一個分析的 就是呢, 如果你看到一個息中 買大小, 經常都開為息的話呢 開的機會是超越了常理的話呢 你會猜是那些息有古怪 你不會猜你買得不幸運 就是經常都開一邊 就是 vou lá y of los 肯定 因為特朗普其實是太個古怪了 他整個無端端拿牌的時候 我就只能猜到他繼續毛端拿出錢獲 你不知道肯定才說嘔有可能會有古怪 結論就是特朗普當初的時候 Brexit 為什麽 就是特朗普為什麽 純說數據,純說數據來看 即是覺得這一局就應該真是開回去輸了 是不是這樣呢? 是,首先就是這樣 我講了當年為何被特朗普贏 我是很少能夠猜中的 但我的理由是很荒謬的 我的理由完全不分析是一個賭博的心理 今次呢 如果不是說是巴巴蘭格的話 我只是講一個麻眼的女語言家 我就賭拜登贏了 因為現在所有有色知事都賣光 所有有色知事都賣光 大家這樣說 純正賭博來說 有沒有那麼多人發達? 有沒有那麼多人贏? 所有表面上有色知事的人 都是賣光 都是賣光 反而我覺得拜登是有機會 拜登現在民調全面都有機會 是,但人們說選舉票不公平 或者大家都仍在特朗普那裡 或者大家都仍在特朗普那裡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 雖然拜登那場辯論 是 不是很高明 還有拜登他最嚴重的 我覺得找了賀錦麗 我覺得賀錦麗是很嚴重的 是災難性的 因為賀錦麗來選 拜登做副是更好些的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大家都覺得 現在大家都覺得 是副總統最大機會當選 兩邊都是 如果你找一個黑人類人 你有做過 大家會覺得 有些人會投拜登的人 是會很 reluctant去投 去給賀錦麗拿的 即是說,大哥你這樣轉 你如果那個人是 黑林頓和賀錦麗沒問題 因為黑林頓寫的機會很低 拜登找賀錦麗的時候 如果你這個邏輯的話 到最後應該是 拜登有些票是會流出來的 流出來的 因為你找賀錦麗的話 因為那個人 你一天就嚴正 是的 你買就買不買就算 是的 你一天就嚴正是他 如果他出來選的話 就更好些 他整個這樣的 combination 你打算這樣吃掉 那些人因為他很大機會 如果黑林頓配他是沒有問題的 拜登配他就有問題 整件事 現在去到最後 你覺得哪個 其實就不是很想一定要 WordGate你選一個 我甚麼機器我都買不到 因為我覺得 Baba Vanger固然是非常準 但問題是 你知道那些 那些 Oracle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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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語言 那些語言是 有時候他是中的 不過中的 中的 中的時候 在你想不到的方向中中 中的是 就是呢 等於Darth Vader 黑武士 是拯救絕地沒有事 拯救Jedi的人 原來拯救Jedi就是 首先殺了Jedi 再把對手殺掉 原來這樣拯救法 巴巴蘭牙 我固然認為他一定準 但我不知道他的語言 準法在哪裏準 可能到了拜登當選了 內戰 他都算準的 或者拜登選了不承認 你都算準的 整件事 要事後才知道那個人 究竟有多準 所以如果你選的話 很多有識之士都選特朗普 你也知道 正如電視訪問的人這樣說 那個阿沈買樓的 專家吃屎啦 我覺得專家多數都是吃屎的 所以我就要反過來想拜登贏 如果拜登贏的話 其實我又想過一個邏輯的 就是對香港可能好一點 因為如果現在特朗普 把這個中美關係搞得這麼壞的話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邏輯 基本上拜登上去就 怎麼都不會比現在差 而且他跟習近平之間 如果跟國家主席有辦法談的 可能對中國或者對香港的狀況 是不是都會有一個緩解的跡象 那個狀況是這樣的 Henry Potter 你們的一個作者 AM730的一個作者 不常投稿的作者 你說他 他就說過一件事 他有兩個選擇 就是你想要一個 有史味的糖 還有糖尼的股市 基本上就是這個選擇 香港會不會好一點 大概都是這樣的狀況 香港好不好 第一就是 我想美國圍堵中國這個陣勢 是定了格局 現在只不過是特朗普的角局 就是brunch一些 就是蠢一些 然後就硬去打 你不理自己的內傷都一直打 而拜登的路線就是 因為拜登不是自己一個人 決定所有事情 不管多親中都好 拜登的路線就是 我們一路吃著飯 總而言之 我們一路吃著飯 一路開著餐 打你打你兩夜 我一路開著餐 打你兩夜 然後希望 在不是太辛苦 自己受傷 不是下程做之後 所以中國很多人 反而希望特朗普當選 因為特朗普 因為特朗普的話 對於中國 特朗普至少打得蠢些 拜登就打得蠢些 所以民主黨 民主黨打得蠢些 所以他們反而會 反而希望特朗普當選 而香港呢 夾在中間的話 你走向國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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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最後你到最後 到最後香港都是 如果兩個不和 香港一定在禍心裡 我想應該這樣說 香港好不好呢 中美關係是其次的 香港好不好呢 就是說 你反而是中港關係 和中國的經濟 是重要的中美關係 在未來來說 就是說 如果中國好好 然後開放了中港的話 那你就 香港的經濟一定好 但問題當然了 你會有 香港的經濟好的時候 你會有很多遺症 大家唱歌唱歌 或者所有東西 就是其他 所有的經濟好 都有輔助的 這個是必然會出現的 而我們又要再捱過那些輔助 好 今天跟周顯談到這裏 下次再談 下次再談